打牌亥一家六口全确诊 好事多也停业 完整逐机曝光 高雄大辽爆发新冠肺炎家庭群聚感染 因这个家庭50多岁男主人案4742 及同为50多岁女主人案4743 陈宇屏东指标个案案3037一起打牌 导致家庭群聚感染 524再新正一名家属确诊 是女主人案474374岁妈案5084 案5084并未与女儿同住 目前正在负押隔离病房治疗中 累计至目前为止 大辽家庭一家共六个人确诊 然而高雄市府524公布疫调结果 只大辽这对夫妻给予他们同住 同样已确诊的儿子26岁女友案4826 521曾一起去前证好事多中华店 好事多中华店的4号深夜紧急宣布 85号停业一天进行全面消毒 有网友质疑大辽这三名个案 早在5月16日17期发病 为何不顾公众安全硬是前往好事多采买 痛批三人自私自利很白目 要开罚要他们自备治疗 但也有网友提出不同看法 只开房后怕很多人不说实话 对此高市卫生局表示 大辽确诊男主人是在5月16日出现火龙痒 于5月13日正式确诊 女主人5月17日出现腹血症状 5月20可受5月23日确诊 同住的儿子女友 5月12日出现喉咙痛 可受有痰及腹血等症状 5月23日进卫生局通知区家隔离 采检后于23号公布确诊 卫生局表示这对夫妻所接触的屏东友人案3037 是在5月21确诊 卫生局是5月22日接到夫妻电话 透过方式府安排进行裁件 三人均为5月23确诊 以发正义的部分是这对夫妻 究竟是21号得知屏东友人确诊后 却没有自主健康管理 还跑去好事多 还是先去好事多 在得知屏东友人确诊 及有所警学待在家 隔天打电话请求裁件 卫生局正在积极历情当中 若是这对夫妻明知屏东友人已确诊 还去好事多 即得面临3000到15000元的罚款 大辽家族四人足迹 包括大辽的红麻衣早餐店 早安美之城 小田园早餐店 老洋四川面店 大巴公有零售市场 全联大辽二店 前镇好事多中华店 及泵山共同市场等等 高雄市卫生局呼吁 若跟着大辽家族同时段 出入同一地点 且在6月5号前出现上呼吸道症状 应建筑打给1999安排就医 东新闻高雄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